大家好呀 前段时间咱们讲冷门小舌相龟的时候 提到平背舌相龟在国内龟虫市场上 有价无师到一只15位数甚至6位数 就有小伙伴说起了黑井乌龟 据说这家伙当年一直被炒到了百万级别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新生代龟友来说 黑井乌龟已经算是一种相对冷门的龟了 对于当年的辉煌可能有所耳闻 但大多也是当都市传说看待 那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讨论一下 这个当年龟市上的最强传说 黑井乌龟 一种主要分布在我国两广地区的水汽龟类 越南和咱们海南福建可能也有分布 也就是说大名鼎鼎的海南种黑井 到底存不存在真正的野生种群 还不能完全确定 外观上黑井乌龟乍一看 很像同为泥水龟属的草龟 所以也得了个广东草龟的别称 不过草龟除了已经墨化的雄性之外 多数个体呈现棕红色调 皮肤墨绿 而黑井乌龟则更显深色 其学名种加色的含义就是发黑的 大伙觉不觉得这很像一个英文单词 当然很多黑井乌龟个体并不是完全深色调 也有黄脖子的 不少雄性个体还有着非常鲜明的橙红色 非常华丽 右龟的副甲也很鲜艳 而黑井乌龟的英文名就叫Red Necked Pound Turtle 意思是红井池龟 习性上黑井乌龟主要生活在我国岭南丘岭地区的林间湿地中 杂实偏昏 不是特别耐寒 长时间处于15度以下的低温就有可能会出问题 黑井乌龟身上还有一种特殊体味 龟的时候龟商称这是天然体香 还管黑井叫香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黑井乌龟廉价之后 则普遍认为这是一种臭味 很多时候它的称呼又变回了臭龟 就像南石 龟的时候叫十斤钱 便宜了就叫烂石头 很多人对龟的喜爱其实是和利益挂钩的 那这就不得不提黑井乌龟曾经那段烈火烹油的辉煌过往了 起初黑井乌龟因为颜色深 身上又有怪味 被人叫做牛屎龟或者黑屎龟 非常不起眼 不过一些黑井个体颜色鲜艳非常漂亮 市场保有量也没有后来那么庞大 一些顶层龟商敏锐地捕捉到了黑井乌龟的商业潜力 于是大量收购市面上的黑井乌龟 等差不多囤积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 就开始大肆炒作 黑井乌龟就慢慢变成了天价 从这开始里面的说法就多了 什么苗子两万 大龟十几万 最高炒到了一只七百万 一公粮母的繁殖组要一千万 还有人说天价的只有海南种 其他黑井没这么贵 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至少有部分黑井乌龟个体 被抬到了一个很恐怖的价格 高昂的价格也给本就艰难的黑井乌龟野生种群带来了灾难 等待他们的是更加疯狂的偷猎 据说一只勺关的黑井下山总归就要四百多万 然后就是经典抵押房产证环节 下游龟商和养殖户纷纷入局 为了提高产量赶紧变现 也不管什么基不基因了 花草和各种杂交简直就是东亚泥水龟大乱顿 只要能产出带点黄色红色跟黑井乌龟有点相似的幼龟就行 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是数量太多 市场饱和了 二是买卖双方就黑井的纯杂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 上游龟商见情况不对 再加上下游散户也收割的差不多了 于是果断收手 然后就又是经典剧情 价格崩盘 一时风光无两的黑井乌龟市场轰然倒塌 多少入局者倾家荡产血本乌龟 再看如今病态的淡龟市场 只能叹一句后人挨之而不见之 一时后人负哀后人也 其实说起来 黑井乌龟大火的时候 我年纪尚小 如今再回首那段历史 网上也只有直言片语的碎片化信息 所以这期视频也是抛砖引玉 主要还是靠大火掌握的信息 一起拼凑出黑井乌龟的天价传说